詐騙真的無所不在嗎 真的無人不是嗎 之前才有徐曉星的大姑 現在竟然又有余天的女婿 沒回家了 好 到底余天的女婿 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她應該不是去領錢的人 就是別人領了錢 之後她去收水 那是她的下游 她是收水就是上游 收水就是 來 講一下這個案子 詐騙集團大概分成好幾層 收水是車手的上游 就是這個算是第三層的 第三層 所以他們那個幾層到底怎麼分 幾層當然是第一層機房 第二層會計 第三層收水 第四層最下面一層就是車手 車手彼此都不會認識 大概只有收水知道 就是說一個區一個區 比如說在我們這個內湖區 內湖區可能還會好幾個 內湖區的A區 這個A分區會有一個收水 收水就是這個陳建 他的英文名字叫Gary 這個之前跟這個余天的 第二個已故的這個女兒 余燕琦結婚 然後後來這個余燕琦 不是一年多 快要將近兩年前病逝了 那個時候大家都很關注她 那她是因為她老婆 是余天的二女兒 那其實警方在說起這個案子 我就先跟大家講 是在4月28號的時候 那時候接獲了被害人報案 說一次被詐騙集團騙走 她的老本的錢了 然後前前後後 她投資了面交了五次 投資了600萬元 說要炒股票就對了 那最近股市不是很好嗎 結果29號後來 警方就配合了被害人報案之後 去在板橋居民字街那個地方 逮捕了車手 在這個取款的時候 第五次已經五次面交完了之後 第六次要面交的時候 再去要給她錢的時候 抓到了那個負責取款的車手 那個車手 就是我剛剛講的最低層的 第四層 也就是這個車手會拿到提款卡 會拿到提款卡 或者是拿到這個存折 存部 她會拿到提款卡或存部 或拿到被害人的錢 她拿到了之後 車手會有好幾個 可能五個六個 假設我是收水 我底下會有五六個車手 那這五六個車手 拿提款卡去ATM領錢 或者是跟被害人 去拿著存部去領錢 怎麼樣 反正到時候收到的錢 就要交給我 這五六個 我下面的車手 就要把錢交給我 所以她身上才會帶 兩百多萬 對 因為那兩百多萬 是外面的人 下面的車手 把她收錢收回來 收到我這邊來 所以那個車手 在4月29號 跟新北市警察局 板橋警分局的 海山那邊的海山分局 他們的員警組成 專案小組 然後馬上去抓到 29號新抓到車手 抓到車手之後 再從車手假意 要去給收水 也就是說車手要把這個錢 收好的錢 跟收水 跟上面的收水大哥講 我收到錢了 隔天要拿去 他們這種都要很快 29號收到錢 30號就要交 所以那個收水的 Gary就是陳建 他也不宜有他 所以警方在 警方就抓到那個車手 前一天抓到車手 加上被害人 然後約在板橋車站 然後他們交錢的時候 就抓起來了 對 約到這個板橋車站的 地下連通道 板橋車站地下連通道 是人來人往 我們這個全台灣 數一數二的這個大車站 底下有多少人 所以約在那邊 車手要把錢交給收水 所以結果那個時候 就把收水給抓了 把這個陳建 給抓了之後 一開始知道 他叫陳建 英文叫Gary 後來查一下他的身份 然後發現他身上有這個 余天辦公室特助的名片 余天辦公室特助 所以他是余天的特助 對 後來就開始問他的身份 才知道說原來他是余天的 已故的二女兒的 他的前夫 就是他老公 他的二女婿 反正就是余天的女婿 對 然後後來這個消息傳出來 當然也會通知余天的家人 後來余天的這個 他的兒子一鄉群就知道 昨天下午點多的時候 他落網了之後就知道 然後他就跟余天講 然後余天就很生氣 說可惡 這個詐騙我是在非常地痛 我關久一點 然後說一年多前 他女兒已經過世了之後 這個陳建就很少聯絡 幾乎沒再跟他們聯絡了 那時候不是我們在新聞上 有關注到這個 這個余彥琦 他還不是說他很擔心 他的兩個小孩 他跟那個車 這個收水陳建 生了兩個小孩 他最擔心他的兩個小孩 因為他的這個陳建 比這個余彥琦年紀還小 結果沒想到 老婆才走沒多久 你就犯下這個案子 你這兩個小孩怎麼辦 所以現在余嘉也當作 那把兩個小孩帶回來 好 重點是 這個車手的上游跟這個抽水 兩個都被抓 那其實我要講說 抽水的這個陳建 他其實本來就個性不低調 他媽媽據余天說 是他媽媽在開建設公司 陳建在這邊上班 但是他其實是總理人 他是總理人啊 對 他們在總理人 我今天早上才聽到 我們總理的鄉親講 但是他媽媽本身在這個中立 相對很低調 之前他老婆一兩年前過世的時候 鄰居還知道要關心 他媽媽都說沒關係 他們都會處理好 然後但是他媽媽都絕口 不提他的兒子 可見他們家很低調 所以余天的這個親家才會說 他以為親家 就是陳建的媽媽 是開這個建設公司 是建商的 然後這個陳建在建設公司 在媽媽的公司上班 然後陳建據說 不只是在新北板橋那邊 都是用余天辦公司的 這個特助名片 他在中立也是這樣 所以他到處拿余天辦公室 特助的名片交遙狀片 對 然後去跟地方上講 他就是余天辦公室特助 有什麼事情就交給他處理 所以我在地方上聽到的是 他這個女婿本來就很作風很高調 那現在因為涉嫌重大 也馬上被收押了 那因為他身上有兩百多萬 那兩百多萬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定是那些車手都全部給他的 他那兩百多萬 要去買這個網路的虛擬貨幣 買U盾 有一種貨幣叫U盾 他去買這個虛擬貨幣 要用虛擬貨幣去洗錢 然後用這種方式把人家被害人的資金給騙走 然後把他這樣子用這種方式再往上繳 所以特別讓大家知道說 他的這個女婿 雖然職位不是到了第一層第二層 我剛剛不是說詐騙集團 通常基邦就是很核心的 就是上面的老大整個集團 那中間第二層還有一個會計 裡面整個負責好幾個區域收帳 第三層才是像余天的女婿 承建這個角色的 這個收水的這個角色 所以才會跟大家講說 今天八正的這個事情 大家也嚇一跳了 沒想到因為余天的女兒 還有余天的身分 然後她又是余天的這個女婿的身分 才會讓這件事情整個曝光 好 但是問一下仁和 是 因為非常巧 徐曉仙大姑好像也在做收水 也是那第三層 然後也是透過虛擬幣來洗錢 詐騙 所以現在是很流行嗎 我們剛剛建平永遠講的 我再補充兩點就是說 他現在我做了很簡單的一張圖表 他就是有分四個階段 這個圖表裡面四個階段就是第一個詐騙集團 他有個首腦 首腦就是幕後的集團的首腦 他會先守第一層 所以他就是在比如說柬埔寨 之前不是柬埔寨金邊的那一些什麼西港的設立機房嗎 他就是設立第一層的機房 你就是第一層 對 第一層 第二層叫做水房 水房就是負責把這個錢 是 我們怎麼說 假水價就對了 那這樣徐曉仙的大姑比較像是水房對不對 水房 第三層就是我們最比較raw的車手 第四層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去收這些人的雙證件 去買這些假證件 我們講的今天把所有這些詐騙集團 他現在收水這個錢來就是水房 收來車手的水房 要交給上面的水房 就是說車手是最低的 他最低的 他一般一組都有兩個至三個人 他不會一個人去領錢 因為互相要監視 一組都有兩個至三個人 他不會一個人去領錢 因為互相要監視 比如說我開車 小平在把風 你去領錢 我們三個是一組的 那誰最弱 阿冠最弱領錢的人 對 領錢人最弱的 你冠最小 你一被逮到我們兩個就跑掉了 對 那我覺得你們兩個是像會做這種事的人 你們就有客人叫我去領 看起來沒什麼義氣 今天雲天的女婿 她就是負責這一層 把這些人都收集來的錢 掌握起來之後 他交給上面的第二層的水房 那水房呢 假設 好 今天小平兄在大陸 開了一個中國商業銀行 第二個又開了一個建設銀行 但是它的建設銀行 中國商業銀行它是可能是實際的一個 可以存入現金的 他就用現金去 用他另外一個銀行的名字 去買虛擬貨幣 加密虛擬貨幣 或者買比特幣 買了比特幣之後 他把這個錢匯到你身上 匯到你的實體銀行裡面 那你的實體銀行是匯到我這邊過來 所以它中間這幾個就斷點 它就是買虛擬貨幣洗錢 換成真貨幣賣給你 反正從虛擬到實戶 再從實戶再到虛擬 他們就這樣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就對了 這個就叫水房 洗錢 現在目前他們怎麼洗 因為你在大陸 中國有優頓 優頓就是一個卡插進去 它就是直接網路銀行 它可能一天限制 假設50萬或者是人民幣 所以你看它每次買 就是240 300萬有沒有 它有一個數字 50萬人民幣低一點點 對 它一天的交就是可以交易 那個優頓有一個上限 有一個上限 對 所以它就是200到300萬 所以它現在交給這一些 像我們要轉四手之後 到我這邊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的錢 交到幕後手腦上面去了 交給幕後手腦 所以它在裡面的程度 反正我們兩個不會被抓 阿關被抓機會大大一點 我們兩個永遠都不會被抓 被抓之後阿關了 但是這一次被抓 是因為他們當場交錢對不對 對 是因為 因為警方假扮車手要交錢 但是像徐小新大姑也被抓 他的成績 比他 比這次余天的那個 女婿 女婿還要高一層 因為他是去買虛擬幣的人 對 買虛擬幣的人 就是我講第二層的水房的人 所以現在所有的都是用 台灣的地下會對很可怕 不會比台面上的還小 台灣的地下會對就是 你現在世界各地 你有銀行在那邊有帳戶 你只要現場 好 我現金一億搬到小平兄桌上 來我們視訊 你看到了一億在桌上 你帶著提走了 我錢馬上打給你 就直接打到你 這麼快 很快 很快 五分鐘之內就搞定了 所以地下會對就是這樣子 他從中間抽3% 一點 裡面的水錢 所以他們現在 但是大姑那句 現在大姑說抽10% 因為他還要幫忙 成成剝削 不是 成成在扣 他抽10%下來 還要給第二手 第三手 第四手 他下面還要給 對 所以到他自己手上 可能他只有3%到4%左右而已 那這些所有 我們因為詐騙集團 你看 總共有登陸的 51萬件 抓到的 起訴的只有兩成 沒怪 這兩成裡面起訴的 就依 侵判 侵判的就是6成的車手 所以如果搬到家裡 六成就反省不起訴 有可能反省 來問一下律師 所以為什麼台灣詐騙這麼猖獗 對 這個其實 判得太輕 判太輕還有就是說 剛剛提到起訴很少 大家聽到很驚訝 因為他們都設很多斷碟 對 其實問題在這裡 然後還有就是 這跟剛剛提到 我們詐騙的這種分層有關係 第一層 機房 有沒有被抓到的 很少啦 我好像幾乎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到部分那個海外 海外或什麼 水房像許巧欣大姑公司 這種狀況 那是比較少見 所以我們有機會去抓 所以通常抓到的都是什麼 剛剛我們人和警官說的 第三層的車手 因為你要真的出現在 跟人家拿錢 要真的出現去提款或幹嘛 所以你會真的出現在實體世界裡 所以如果真的要抓的話 你是有可能會被抓到的 那你在網路上操作 這個貨幣 虛擬幣買來買去 誰抓得到你 抓不到你 你在哪裡都沒人知道 但我們真正 為什麼有51萬 所謂51萬個詐騙犯 其實還有更下面一層 剛剛人和警官提到 還有最下一層是什麼 傻傻的把自己的帳戶提供給人家 讓詐騙集團拿來收錢的那一種人 因為你用帳戶提 因為詐騙集團騙了一個人 總要叫你匯錢來吧 那你匯錢要匯到哪裡 所以我要去騙帳戶 我把人家帳戶騙過來以後來收錢 收了錢趕快叫車手去領出來 所以這個 那帳戶跑得掉嗎 帳戶跑不掉 你在台灣的帳戶去收錢 一定跑不掉 所以被抓到 周知這些提供帳戶的人 但提供帳戶的人就是 有時候真的是蠻 我必須說就我的經驗 真的蠻多人都是被騙的 求職的時候 老闆跟你說 那你這個 匯薪資嘛 對 我要匯薪資啊 你帳號要給我啊 但是有時候會講說 你這以前工作狀況怎麼樣 我要查核一下 你這個帳戶密碼要提供給我 有些人就提供 因為有些人缺工作 他想要急著找 然後也有說要借錢的 你要借錢可以啊 我們不用擔保 我就立刻小而借款給你 可是你帳戶 什麼這些要提供給我 我要查核你的金融狀況跟資料 就提供了 提供之後沒多久 幾十萬進去被人家領總 就變詐騙機喊 詐騙機喊洗錢的 對 所以這個所謂 51萬詐騙犯 是因為這些是被抓的 但大多數都沒有被起訴 那真的能起訴的 真的就是車手 但是如果他也不是在這裏 又沒來 我們可以跟誰都沒有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負責 我們可以看